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 每一个人都知道三只小猪的故事 至少他们认为自己知道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真相 因为没有人听过我的说法 我是一只狼叫亚历山大 你可以叫我阿丽 我不知道坏蛋大野狼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但是那都是错的 也许是因为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系吧 狼喜欢吃小兔子 小羊和小猪这一类可爱的动物 可这不是我的错呀 我们天生就是这样啊 起色汉堡也很可爱 你喜欢吃汉堡 那么大家也可以说你是大坏蛋咯 就像我说的 这个坏蛋大野狼的故事是错的 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喷嚏和一杯糖引起的 很久很久以前 当我为亲爱的老奶奶做生日蛋糕的时候 我得了重感冒 我不停地打喷嚏 不巧的是我的糖用完了 于是我出门去向邻居借一杯糖 这个邻居是一只猪 而且不是很聪明的猪 他用稻草盖了一栋房子 你相信吗 我的意思是 哪个脑筋正常的家伙 会用稻草盖房子呢 我才敲一下门 那扇稻草做的门 马上就掉下来了 散了一地 我可不想这样走进去 所以我在门口喊着 小猪在家吗 小猪小猪 你在家吗 没有任何回答 我正想走回家 我的鼻子开始发痒 我觉得有个喷嚏要冲出来了 我张大鼻孔和嘴巴 哼啊哼啊的 我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我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栋草房子居然全倒了 草堆的正中央躺着一只小猪 它死了 原来它一直待在房子里嘛 对于狼来说 放弃草堆里这块上好的猪肉 那是很丢脸的事 所以我把它吃掉了 就当作那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起司汉堡 我觉得舒服多了 但是我还是缺少一杯糖 所以我走到另一个邻居的家 这个邻居是第一只小猪的弟弟 他比较聪明一点 但是也没有聪明多少 因为他用树枝盖房子 我按了一下门铃 没有回答 我喊着 猪先生 猪先生 你在家吗 他大哄 走开了 你这只狼 你不能进来 我正在刮胡子 当我觉得 又一个喷嚏要冲出来了 我紧紧地抓着门把 我的鼻子好痒 哼啊哼啊的 我试着要把嘴巴捂起来 但是我又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啊去 你一定不相信 这家伙的房子跟他哥哥的一样 全倒了 当灰尘都散开以后 我看到这只猪也死了 嗯 我的天哪 如果食物丢弃在外面 它很快就会腐烂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再吃一顿晚餐 就当做第二个起司汉堡吧 我吃得很饱 感冒也好多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糖 可以为奶奶做生日蛋糕 所以我走到另一个邻居的家 这个家伙是那两只小猪的弟弟 他一定是家族里最聪明的一只猪 他用砖头盖房子 我敲一敲门 咚咚咚 没有回答 我喊着 猪先生 猪先生 你在家吗 你知道那只粗辱的小猪 怎么回答吗 走开 你这只狼 不要再来烦我了 他真的太没有礼貌了 也许他有一大袋的糖 却不肯给我一小杯 让我喂奶奶做生日蛋糕 哼 真是一头猪 我正想要离开 打算回去做一张生日卡片 不做生日蛋糕了 这时候 我的感冒又发作了 我的鼻子好痒 我又打了一个大喷嚏 啊咻 猪小弟大叫 喂 你那个又老又丑的奶奶 不是只吃肉吗 吃什么蛋糕 不要骗我了 我绝对不会开门 我一直是很冷静的 但是他这样侮辱我的奶奶 我开始发狂了 当警察围过来的时候 我正要打破猪小弟的大门 在整个过程中 我的鼻子一直痒痒的 鼻孔 嘴巴 张得大大的 并且不停地打喷嚏 接下来的故事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了 当记者们 知道我把两只小猪 当做晚餐吃掉了 他们都认为 一个生病的家伙 要去借一杯糖 这种事 听起来一点也不刺激 所以 他们就把故事 夸大 扭曲了 一只大野狼 狠狠地 吹吹吹倒了 小猪的房子 从此以后 他们就认定了 我是坏蛋大野狼 诺 真实的故事 就是这样 我被冤枉了 对了 也许你可以借我一杯糖 给大家看看 我给大家帮助 你要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